这位日本拳王被打得昏迷不幸 现场医护直接用担架台下擂台 这一幕源于一场经典的中日对决 这位正来自日本的名将能登崇 这次来华挑战 信心满满 能登崇在赛前曾阳言 要把我国选手打低跪地投降 果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迎战他的是我国汉将张立鹏 张立鹏作为我国次中量级领军人物 多次参加武林峰的比赛 随后转战MMA 开始在英雄榜 瑞武 武林传奇等赛事中展露头角 在擂台打法勇往直前从不退缩 因此被全民誉为金翅大鹏 张立鹏 比赛开始后 双方都在相互试探 随后张立鹏上前压制 使出一记扫踢进攻 能登崇迅速躲避 张立鹏一记扫踢过后 继续乘胜追击 使出连续的刺拳进攻 打低对手连续后退 能登崇一记大摆拳进攻 被张立鹏闪躲开后 迅速上前直接下前 抱住对手的单腿 顺势抬起压倒在地 占据了侧位优势 张立鹏不停地转换身位 使用连续的重拳砸击对手的腹部 而在下位的能登崇使用顶膝击打对手的头部 张立鹏准备施展手臂十字固 但对手丝毫不给张立鹏机会 牢牢地锁住手臂 随后张立鹏直接过腿 拿到了对手的骑程位 能登崇则是使出连续的拱桥 想要摆脱张立鹏的压制 但张立鹏死死地压住 不给他任何逃脱的机会 随着比赛的进行 在下位的能登崇连续地使用拱桥 想要挣脱对手的压制 而张立鹏则是打出连续的肘击 打低能登崇难以招架 任凭能登崇如何反抗 张立鹏依然用重拳 砸击着对手的面部 能登崇尝尝到了张立鹏重拳的厉害 想用双手抱头进行防卫 但是被张立鹏强行掰开他的手臂 继续一番猛攻 张立鹏已经完全掌握了比赛的节奏 此时张立鹏看准时机 将重炮一样用重拳连续扫向对手头部 一连砸了十几拳 迫使能登崇彻底失去了防守的能力 日本教练团队见情况危急 果断抛出白毛巾认输投降 最后这几十个重拳 不仅打出了中国人的气势 更是将这位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拳手打得昏迷不醒 被现场医护人员用担架台下擂台 为我中华血性男儿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